好 谢谢秀怡 其实这几年来 香港本土派团体 也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举办悼念六四活动 不过香港大学学生会 今年是第一次另起炉灶 在港大校园内举办六四集会 而在学联决定退出支联会的六四活动之后 很多人在问 香港年轻人对六四的关注 是不是减弱了 特别在过不久 又要进行政改方案表决 香港年轻人更在乎的是 香港自身的议题 我们立刻连线给 目前人在香港大学现场的记者梁珍 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 梁珍 好的 主播 我现在是在香港大学的 那个烛光 烛光盗链的集会的现场 我们看到就是市民 就还有学生们 已经是陆续来到现场 然后上上黑衣 然后他们的大大的屏幕 写到守住香港勿望六四 那这次和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港大的学生们 没有到违远 而是选择在港大 他们这里来 今年六四 那我们刚才 也跟一些学生们聊过 他们表示 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就是来争取香港的民主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 其实觉得到哪个地方 出席并不重要 关键就是说 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他们觉得能够在香港 港大这边有更多的讨论 可以让他们重新的凝聚民意 就思考一下如何去争取香港的民主 其实他们是没有 对六四的感受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很多人也谈到 他们其实连年都去违远 从小就开始在父母的代理下 去见证中共逐程这一刻 只不过他们希望能够把香港本地的事物的元素 在更多的一些的讨论 特别是经过雨伞运动之后 让他们重新思考一下 如何去对待中共政权 然后如何去争取香港的民主 那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在港大沿途路上 也贴了不少雨伞运动的一些照片 所以港大民众学生们 他们其实是把雨伞运动 跟六四这两个紧紧的连在一起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